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菜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現在這個桌子 中島桌 我們現在這個可以活動推的這個中島桌 到底是怎麼來的 因為之前有一些觀眾朋友在問說 我們這個桌子在哪裡買的 我們買多少錢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桌子不是買的 這是我們用舊的餐桌 把它改成中島桌的 讓自己稍微加工了一下 那至於是怎麼加工的 我們就看下去吧 好 GO 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小菜很想要一個中島 那我要把這個地方 我們廚房的部分做個調整 讓我們在做菜的時候 常常會受到限制 限制是因為這個樣子 大家看一下 其實他不是一個 他這個不是一個真的中島 他這個只是一個櫃子 所以我們每次在拍攝的時候 就會發現就是說 東西很不好放 空間不夠 這個餐桌雖然雖然大 但是他可以使用的作用 其實是有限的 他如果要當中島桌做菜桌 用他又不夠高 而且他還蠻笨重的 所以這部分要決定來今天做個改造 帶良好的尺寸要做個頂桌檯 來 來 來 我要哪一種 哪一種 哪一種喔 欸 這個會比較 比較堅定 這個可以看 那個最後 彩尺寸 這個叫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是要去找到那一條鏡 然後不看見 這輪子可以一樣 用這個輪子 來做人 想加入 來 我們完成了 耶 我們花兩千塊 就找一個中島出來了 有一天 è 是 來 吃 吃 然後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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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菜,好做嗎? 好做 這個比較好做齁 你看它這個椅背這裡比較高 對 我們那個黑色的大概都是偏看 對 我現在做的這個黑色的剛好就是我的腰 它雖然便宜啦,499 但是我的腰這裡就感覺就低住了 欸,還是買這個 你看喔,這個背的位置 對,這個做貼的椅子 對啊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都會就是做這個椅子 而且這個椅子的高度 跟這個桌子的高度是有抓剛剛好的 我們都有量過那個尺寸 然後椅子也都是有量過那個高度 當然還可以搭配到這個桌子的高度 這個中寶桌 就是它很大啊 然後它平常我們有時候要用電腦的時候 要工作的時候也會在這個桌子 用電腦啊 然後還可以做菜啊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三餐都會在這裡吃飯 還在這裡開過直播呢 對,在這裡開過直播 喝茶 對,還有喝茶 喝笑茶的時候 聊天的時候也都在這裡 朋友來聚會也都在這裡 對啊 所以這就是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嗯,非常的好 下面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用櫃子齁 把它分開 然後電器 一個一個 擺在旁邊 擺在裡面 然後需要拿一台的時候 我們就拿出來用 哇,這樣看起來是很棒 這個 這個 上次的 在我們家的那個烤箱 還有 我們家的蒸鮮鍋 然後上面這裡有做 兩個可移動式的這個 投射燈 中間再一個隔板 因為這隔板的部分 我是做一半 因為 這樣比較不會有壓迫感 這樣中間跟下來這裡的一個空間 是 這樣隔一半 它這裡上面可以放 泡咖啡的一些器具 好像這個 還有杯子啊 摩卡烏啊 哇 這個運動 之類的 還有 小菜做的 辣椒醬 在上面 隔層 可以放一些東西 就這樣 嗨,各位 那 看過中間這個影片跟製作的片段 大家應該知道說我們這個桌子是怎麼來的 這個桌子就是我們 要全家一起去裁這些材料 然後組合起來 然後拼湊起來 做成這個樣子 是屬於全家人一起努力的成果 對 像今天這個方法來講的話 我覺得 各位朋友 如果說你家裡有 一樣有這種舊的餐桌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造這個樣子 去給它做一個改造 可以改造成像工作桌啊 對對對 移動式的什麼桌子 或者是如果說家裡的餐桌比較小 再做一個 然後要用到的時候可以拼接嘛 是 不用到的時候就可以移動到旁邊 對對對 其實像這樣來講的話 大家家裡也都可以有一個自己的重道 而且我覺得移動式的真的很好 對移動式的真的很好 大家可以試試 對 那希望說今天的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對大家都幫助 對 OK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下次再見了 記得訂閱分享喔 掰掰 我們沒有跟大家說 這個中島 我們花多少錢 如果去IKEA買的中島 是很貴的 之前算了一下去IKEA中島 要萬八塊了 對 那我們 我大概記得 這個腳缸加輪值 花起來大概花兩千多塊吧 但是實際上去缺的數字我已經忘記了 忘記了 總之就是比買一張新的便宜很多 對 OK 那就這樣 拜拜 拜拜 我們椅子還有其他的椅子 要吃飯的時候可以就是整個四面都擺椅子就可以做著吃飯了 平常只會放兩個椅子 是因為這裡要做工作 要煮菜的時候 所以這裡不會放椅子 要吃飯的時候才把椅子拿過來放 像這樣兩邊再加椅子 這裡再加椅子可以五個人做 都是以實用性為主 像那邊鍋鏟隨時我就拿著 就可以做菜了 超爽的 再來就可以這樣移動 這樣就可以這樣移動 隨時移動 這樣可以直的 在這裡 你看看這是 可以推來推去很方便 對啊很方便啊 所以我們要打掃的時候也很方便 對要打掃的時候也很方便喔 推走下面就可以打掃了 對啊 然後我們只要 推過來 然後踩一下 就固定不會跑 對固定不會跑 非常棒 很棒